重点就是读档部分应该没问题 这个前面讲过 然后新增档那也没问题 这也上个礼拜讲 那怎么样把这两个二合而为一 就变成一个新的东西了 那其实未来你们要学的 其实就是怎么样把前面讲过的东西 再结合 把它结合在一起 就一个新东西 其实也不是新东西 就是在一个基础之上再往上 再往上爬 再往上堆叠 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 把这两个结合的方法 就做个说明 所以首先第一个 关键地方来了 这上面我们已经做好了 关键地方就在这里 其实应该在这四行 之前是用input 新增编号 新增电话 可是这个是主笔 主笔输入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它改成批次输入的话 OK 批次的话意思是说 把这个回圈的位置 只要把它丢到这边来 OK 意思是说第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 帮我把它放到这边来 OK 那因为这个是全部 然后要需要更改的部分在哪里呢 关键地方就是这个 SQL string insert into哪个table value 后面的话呢 要接什么 接这几个东西 把它放到这里来 意思是说这个SQL string 你必须丢的 之前有两个嘛 两个东西 那边要丢五个东西 那怎么做比较简单 首先第一个 我的习惯是要 一就把这两行删掉 因为这两行 其实我们不是要从这边输入嘛 所以关键一把那个X跟Y拿掉 二的话呢 把这几行 把这个 这五行 把它放到XY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主要读档就读这里 就在这里 但之前的话 我们是一笔一笔逐个输入嘛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 一个一整笔的输入的话 请各位注意 下面这两行 请你把这两行按个TAB键 放到里面去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的话是一个一个的输入 现在的话是在回圈里面 把50个会员一起输入 OK 所以关键地方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主要的地方就怎么样 因为读进来了嘛 然后呢 我要必须怎么样 主要是这两行 把这两行 变成一行 答案就出来了 OK 那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insert into的嘛 TABLE01吗 不是吧 应该是之前是TABLE01 所以第一个 你去改什么 改成Member01 有没有 把这个改一下 Member01 意思说我要把资料帮我放进哪里呢 放进Member01吧 那values意思就是说里面的资料放什么 习惯上value前后都空白 反正就有点像这个英文的习惯嘛 反正一个单字跟单字中间一定会有空白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后面就要放什么 放总共五个东西嘛 对不对 那五个东西啊 其实当然你也可以用串接的 之前我教有教串接 不过我发现那个串接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差 为什么 因为如果要串接的话 你必须XY 有没有 你必须把X改成什么 X改成这个 有没有 放进来 然后呢 因为 Int前后没有 单引号 OK 所以就要把这个单引号拿掉 这个单引号拿掉 那Y的话呢 是放什么 Y的话放第二个 所以再把这个Y 复制 再把它贴到这里面来 前后 因为呢 B是Text 所以文字前后一定要有单引号 然后再来的话呢 再来是 再来是C D E 以此类推 就OK了 不过我发现哦 之前我是照这样做 我发现讲完这东西 全部的同学都都阵亡了 为什么 因为都 即便听完了 但是知道在做什么 可是自己要做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哦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 你这个地方一定要学会用Format 你用Format就简单多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五个东西 所以哦 你可以用Format的话 你就这样 在这边加五个大瓜 一个 豆点 两个 豆点 三个 豆点 四个 有没有 这样就简单了 那后面的话再用Format把资料丢进去就好了 OK 那还有一点可能要注意哦 如果你今天哦 假如你要放到那个栏位 假设是文字的话 有没有文字的话 记得哦 在大瓜湖外面一定要包那个单引号 那意思是说跟那个SECLE跟那个资料库讲说哦 这里面我是放的是这个文字哦 如果我前后没有加什么呢 加单引号的话 那我跟他讲说哦 那我跟他讲说哦我这个是放的是数字哦 用这个做区别啦 OK这是规则 OK 那之前也蛮多同学问为什么哦 因为是规则 这也不是我定的 已经只要记得哦 如果是文字哦 还有呢 还有个什么 日期也要哦 日期的话呢 也要加单引号 OK哦 然后呢 这个后面的话哦 还有什么 还有 这个也是文字嘛 所以前后加单引号 只有A不用加前后单引号 这样应该可以懂 那种 特别是规则 OK 这不是我定的 我只是follow那个规则 反正我要能够做对 就要完完全符合他要的规则 就对了 OK哦 如果不是你假设法 你不要一直一想念开说 老师可不可以这样改 这样改 哦 那不行就不行嘛 因为规则不是我定的 我只是follow他的规则就好了 反正哦 我 特别重要 如果你程式要不要写错了 你就要知道人家规则是什么就好了 你就照着人家规则就好了 然后你要找个 这是我的习惯 找个对的范本来照 照改最安全 哦 所以我有时候特别喜欢 就是有那个对的 范本 然后我拿那个范本来修改 如果没有我自己要变出来 像这有些东西要自己变出来 OK哦 这来的话做什么呢 就是模仿上面的 点什么呢 点format 有没有 其实呢 聪明的同学 应该可以看得懂 上面东西可以直接call下来就好了 有没有 你就把这个 一二 这个大刮 他的刮壶里面 这个刮壶到这个format的刮壶 这里面东西call过来就好了 call笔贴过来 好 这样子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了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吧 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对不对 然后串接之后的话就insert into 意思是说呢 我跟资料库讲说你帮我放进去 然后来一笔我就放一笔 然后呢他就excue嘛 excue就是直接就执行他了 OK哦 那如果没有错的话 理论上这些全部资料都通通倒进去了 所以上面这个print就可以把它注解掉了 就不用了没关系 好 程式就大功告成 当然如果说你担心会做错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在这个sql string是最容易出错的 所以我有时候习惯对啊 在这边print 先把这个sql string先print出来 然后呢这个excue先不要excue 为什么 因为很容易出错 所以先把它注解 那我先怎么样 我先看一下print一下 看一下这个我这个insert into的语法对不对 insert into前后有没有公法用 那个资料表然后values 其实常常同学会常常打错就是少一个s啦 value不是value是value加s是很多笔不是一个 OK 然后呢前后单影这个数字没有 integer没有 这个都有 常常同学也有做错的地方就是 有前面这个单以后 漏了后面这个单以后 那也不对 还有呢最后少一个后刮虎也不对 反正呢一定要完完全全都一个字都不能错 这样子的话资料库才看得懂 才不会出错啦 OK 所以其实有时候要非常的细心啊 那我记得我很久很久以前 在写这个sicle语法就长一整天就是在找到底我哪里写错 我找一整天一从早上找到下午找到下班 终于让我找到了 OK 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出错 但是如果你找不到那你资料就写不进去 他就一直错误一直错误啦 OK 所以要特别的小心 所以为什么我跟各位讲说 这边最好先print 之后 确定你print 出来的结果没有问题之后 然后再把这边打开 这个其实就可以 print 这个就可以把它关掉了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 记得哦 这个是写进 excuse嘛 反正一个一个excuse 一直加一直加 最后只要一次commit就好了 你不用说把commit也写到里面去 写到里面去变成 写一个 确认一个 写一个 确认一个 不要麻烦啦 你就全部写完之后再确认嘛 对哦 你不要说每次跟老板 老板不是给你50个胜物 就是你每一个做完就跟老板确认 老板完全很烦 你50个做完你再跟我确认就好了嘛 OK哦 所以一次确认 好 最后要把它close 新增成功 其实这个close不加应该也没关系 因为反正你程式结束就close了 OK 它只是说我觉得完整性哦 那最后关键的地方来哦 如果程式都没写错哦 那资料应该就跑到资料库里面去了 我们来试一下哦 支新 为什么跑这么久 错了 没有 database lock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可能这个 sequelite browser 这个把它关掉一下 否则的话它会把那个database给lock住了 好 新增成功了 接下来的话 因为我还没写那个slate语法 所以我一样用SQLite Browser开启Cursor01.db 这个时候他跟你讲说里面有两个Table OK,有没有,栏位的结构都在这边 ABC,这个Integer,这个Data,这个Test 然后Browse Data一下 Table01还在 Member01有没有呢,打开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没有 1到50资料全部都在这里面 而且结构的话,这个就是数字引起绝合 那这个就Data,其他的话就Test OK,其实怎么知道到底哪些是数字,哪些文字 你会发现他对齐方式就告诉你了 这跟Excel一样,靠右就是数字 靠左就是文字 OK,不过其实跟Excel不太一样是Data Data在这边把它当文字,有没有 可是在Excel是当数字 OK,这两个不一样 不过你也讲为什么 人家他们的规范不同 你就是Follow人家规范就对了 OK,了解他的规范 好,那再来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一就是把那个,我们刚刚写这一串东西 把它放到XY的那个地方 二的话,把XY的下面两行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什么 Insert into这个地方 Values 记得,如果它是Integer 前后就不要有单一号 如果它是Test跟Data 前后都要有单一号 后面的话就用Format 有没有,把资料放进去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这一题,其实用Format 真的太,就相对简单非常非常多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当然了,如果你要用串接的 也是OK啦,我刚刚跟各位讲说 我一整天都在找错误 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不会用Format 因为那时候的话只会用串接 所以一直串接说 在串接之后的话,程式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 复杂到已经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 所以就找不到 不过当然那个部分 写熟了之后,当然也是看得出来 就是说,那要过 以各位目前的功力来看 还是用Format会简单很多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发 刚刚读档跟新增资料到资料库 这两个二合为一 就可以把Member.tst 快速的写到资料库里面 试一下